大家好,來到文官科的hashtag的時間 今天還是要用這個setting 其實我已經在Amazon裡面去買了那個4K的video card 但是我想在Amazon其實我是prime move員 但他也是送貨送得這麼晚 他應該去用一間叫Amazon的速達公司 不是愛馬士的袋子 同一個名字,但不是那間公司 但是送到現在都還沒送到 我在IKEA也是訂了一些貨品 就是添置的家具 等很久都還沒送到 我想在這裡那個短缺送貨的問題都頗嚴重 真的要看看怎樣去解決 那某部分超級市場其實都是貨架比較刺 所以都要正視這個問題 我想相信不是英國 我在其他KOL講的片段其實都說 德國其實都是缺這些貨車司機 所以都要看一看這個問題 今天其實我講一個主要話題 其實就講這個地產商的問題 如果講回整個政策或者地產商 怎樣去處理自己的資產等等 就會星期四我們宏觀經濟的時候 我們做過錄影的時候才會去跟雷種 KOL一起去講 但是今天我就會主要講回 四大家族究竟是投資科技領域的 涉獵是有多少呢 那我就會在我這個蒙古科技hashtag的時間 就會去分享 那之前就是因為昨晚 星期一晚的導致其實曾經跌過差不多一千點 那現在我正在做錄播的時間 就是英國時間一點半下午 那還沒開市的 還有一小時才開市 那現在的導致期貨就在升230點 那但是其實升幅已經是升少了 我印象中之前我看過市 就是曾經升了三百多點 那NASDAQ就在升0.6% S&P就在升0.7% 那德國啊 這個英國啊都有些反彈 法國都是有1.4%反彈 那就很奇怪了 那就開始說其實會不會恆大的問題 就是在國內那個地產的風暴都會是 吹過來去到華爾街或者外圍的市 那所以我想昨晚雷總做他的雲觀散打的時候 都說說似乎恆大這個問題 是不會是造成一個好像雷曼式的爆破 因為大家的industry有些不同 大家牽涉到一些金融產品的類別都是不同 暫時都在維持著這一點 那但是始終美股和外圍都升了不少 那你再炒inflation 我覺得那個敏感度已經小了很多 就是每次出一些CPI數據可能是比 預期是通脹的溫度是升溫多一些的時候 那其實都是沒什麼怎樣 跌到 那不是COVID 那所以就是這次可能只是恆大這個消息 這樣去跌一跌 那我覺得暫時是這樣 就 不過都幾困惑 因為一開始 道指昨晚就是開市的時候 都曾經是跌過六百幾點先的 然後就修復一些失地 修復到四百幾點都跌了 那但是最後就慢慢地再跌下去 那所以都有點心急 就是有一點點陰濕 我拿回一杯水 不好意思啊 那所以就是我想如果大家是要 兜底啊或者這樣 那如果一個跌勢是比較明顯一點 那都要就是 躲一躲看一看先 那接著再去買回你自己心目的股票 那會比較穩陣一點 那 那始終當市一避險的 那個形勢下比較重一點的時候 那美匯當然下又會升回 那所以大家一定要升回 看回美匯 上次的頂就去到93.7 那但是現在呢 美匯呢都去到之前 搞了3.3 但是接著現在就 似乎搞了3 都還有一個支持位在那裡 那就綁了 綁也很弱啊 那都跌回了 下去1.367 EUR就去到1.17 那就 多拉Yen就 都比較flat 那當然啦 當一個 避險的姿態 比較強一點的話 Yen也會比較強一點 那但不是說強一點 很特別 那 色目以待呢 看看風暴 會不會是衍生了很大的問題 因為開始我看到一些外媒 經濟學人啊 還有 這個FT等等 都會有講過恆大的問題 那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因為這個原因跌 你說很直接影響 我覺得 就是在 美國的金融機構正常來說 應該沒有什麼 借錢給恆大 那但是如果阿爺 都是被他有秩序地 去清潑的時候 那我覺得 銀行又應該不會有個很大型的問題 所以 色目以待 星期四會再繼續補充 那回復回政題 那 都是這樣說 我們的節目呢 就絕對去支持 守法的 就是 合法的 在香港裡面的守法 法律的 那但是呢 政治就不會說 那我就開這個 HA01的這個報道 那 如果見到財經 那就不會政治來的 財經 那所以就是 就全 香港的地產商呢 要求守規矩 那摩通就說呢 由 農地開始 轉換著手 行地呢 就會是比較傷一點 因為呢 看回整個 這裡 報道就沒有寫到 沒有做到很詳細了 那就應該恆大那個 Land Bank來講的話呢 在四大地產商裡面來講的話呢 最多的 農地的儲畢呢 一定是行地的了 跟著之後就是 新地啊 新世界啊 長實啊 這樣下去了 那所以 行地呢 就應該是會 最上 還有就是 如果用農地去轉換 土地供應緊張的問題呢 有機會是 比較誇張一點點 那所以 沒有辦法了 那麼 那 摩通就覺得說 行地那個風險呢 達到37% 那麼 其他的話呢 就是 順智啊 新地啊 等等性下行的風險呢 都達到20% 那所以 但是 但是長實集平 有機會透過 股票回購 去抵消回收益下降的 每股收益下降的風險 那所以 新地就增持啦 那麼 都幾 個性的形勢就這樣 那麼 那我都是在Yahoo Finance上面 撥了一幅圖 不好意思啊 這個天氣比較乾一點 我一說幾句呢 我很容易 喉嚨 嘴唇 整個乾 越說越辛苦 那麼 說出來的聲音就不好聽 所以真的有時候要喝淡水 那麼 那麼 其實我看回這四大地產商呢 就是在 這五年裡面來講的話呢 其實走勢都幾次 那麼 陰陽足那幅圖呢 就是 我用了 這個長實的地產 一一一三 instead of 用一號仔 因為一號仔 有其他的asset 就未必準 那麼 但是看回其實真的幾次 那麼 那麼 近這一兩年的話呢 再傷一些 就是 再弱一些的話呢 就是 陰陽足的 長崗 就長地 就比較弱一些 那麼 其他 比較強一些些的話呢 都是 新鴻基 因為 新鴻基 我想 我記得一兩年前的報導 已經是說說 他 租金的收入 其實已經是完全遮蓋得到 他派息的金額 都幾誇張 那麼 跌得最厲害就是 恆地 那麼 這條紫紫色 這條線 粉紫色的線 跌得是最急的 那麼 所以這四大地產商那個 股價走了 基本上這五年呢 都是只有有波幅 沒有升幅 那麼 如果你投資的話呢 就 當然啦 你可以收息啦 絕對不會阻止你啦 你可能買了一些 mimish stocks 可能跌了下去 從商 那絕對贊成 但是如果你要創膚 要自負的話呢 我一直都說過很多次 其實還有一些人跟他爭論 就是說 就是 每逢講故事 然後可以買回兜底 或者一些 就是 其他的KOL 就說 其實 今次的監管風暴 有少少像 就是 17年那個時候 那個 幾年前那個情況的出現 那 譚信那時候都是說 就是 不要打這麼多遊戲啦 其實要監管多些少 那麼 其實是要兩三年時間 才升回去之前那個 由最高點跌下來的位 那 我之後可能會做多一些 考驗 那一會就 出來 但是 用不用這麼快買呢 還有公司的準則 那個情況已經是 嗯 現在已經不同之前了 那個金匪息比了 那個影響已經是 這次是大很多 是一個根本上的變化 那當然 爛船還有三分釘的 但是 如果譬如之前一個 騰訊是 每年growth 二三十percent 到現在 可能只是growth single digit 或者十幾percent 他的PE 是不是還值那麼高呢 這個 我很大的question 所以 嗯 其實有 機會的話 真的要向外國 美股 投資那個 會比較好一點 當然絕對贊成 Overall 可能美股是很貴的 那但是 有些公司 如果選得好一點的話 其實就 不需要買最貴的公司 那其實呢 這次我想說說 就是 四大地產商 究竟他們 各自 究竟投資了多少 就是一些科技股 或者他對科技股 一個涉獵是多少 那當然大家知道 一定是成哥 就是 涉獵投資這個 科技股是會最厲害的 大家都知道就是 就是之前的Zoom 其實如果是疫情的關係 那它是 曾經是佔過整個身家的大約三分一左右 都幾誇張 對不對 那當然了 就是疫情之後的Zoom 那個股份 那就跌了很多了 但是都是非常之眼光獨到的一件事 那 還有我也看回 就是 因為有些操作 就是第一 他的投資 未必是會寫到 在他那個 年報裡面 那麼細節 第二 有時 他們投資 家族投資 或者四大地產商投資的時候 是在私人的部分去投資 那所以 私人的部分 他就不需要 將他自己的本書 或者 any report 公佈出來 那所以就是 未必看得到 都是透過一些傳媒 或者我自己 就是身邊的朋友跟我說過一下 然後我才知道 我才是在這裡分享出來 那所以就是 未必非常100%準確 如果你是幫成光達 成哥打中工 周小姐打中工 那就是恭喜你 就是這份很好的工作 你可能會知道 的詳情會比較多 但是 我都是以我 就是public information 或者聽到 那些朋友的口中說 那去 今次做這個節目 那大家都知道 維港投資就是 Horizon Ventures 就當然是 成哥一個 就是一個 私人的方面 部分的投資 那 周小姐就 主要幫他管理 那 整個團隊 那就是成哥這個名字 就很特別 Special Appearance 那周小姐就 用一個 就是之前去有投資的一個 就是 好像畫了一個comics的一個 公司 去表達出來 那其他 你看到團隊其實都不太大 可能二十幾三十人 那就已經管理了一個 這麼多的資產 而這麼成功 那 剛才我都說過 就是 成功 投資了 而有些可能是 已經退出了的話 其實就是 都是 每間公司 你看到都是非常之出色 就是 都已經是 Facebook Spotify Siri Waze Zoom等等 都是非常之厲害 那 那 不止這些公司 有些 大家都知道 譬如是 那些什麼 人造蛋等等 那其實 在他的 Portfolio companies 裡面都有 寫得很詳細 不過真的 沒理由浪費時間 逐個逐個說出來 還有我自己 有些 我自己去 private 都未必是見得到 究竟是什麼企業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其實都可以 上回成哥這個網站 去看回 那 那當然是很厲害的 就是之前 他以一個 就是這麼 穩健的一個人 你聽回一些 報道都說 最主要是 cash flow很重要 那個 公司的 balance sheet 是非常之重要 但是都不忘發展 那但是 投資這些是 就是start up 是一個很高風險的 一個 一個行為 那當然 周小姐又幫他 處理得很好 但是成哥都願意 是把這麼多錢去投資 這些這樣的start up 是不簡單 因為一個這麼 年紀大的人 未必是會相信 這些start up 不要說誰 就是巴菲特 都未必是會肯 投資了以上次的 Amazon 未必是這樣的 那所以就是 是非常之厲害的一件事 那我也想 就是 借少少機會 報一報 就是報一報 這個就是 要給回經濟日報 就是 周小姐那時候 就解釋回 就是為什麼他會投資 雷射 其實大家都知道 就是去投資 那個施環是怎樣 那我補一補 很興趣的 就是我所有公司 同事都說 就是我們平時 就是 譬如說 我們有這樣的plan 去其他地方 有這樣的公司 那大家就 一部任務 就是 所有人都說去Racer 都說一齊去Racer 我看到我們有很多人去Racer 第一次去Packer Office 是一個 很有任的公司大學 但裏面呢 有的 energy 從外面的環境是很大的 都很印象 的 第一 第二 他們的 那個 那個 團隊的 那個 的 表現 Face 呢 公司和全面的位置,在E-sports 专业 我觉得都是很感兴趣 但我们的资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对我们的合适,我们的合适,我们的合适 其实这个也是说得很好,我插了嘴 就是当你投资开始的时候 你因为看数,其实意识不大,也很重要 但尤其是你月头,一定会更新的公司 的话,他的数是比较少,你再验那盘数是没意思 所以startup是很讲述那个founders,那个团队 是不是信得过,他的track record是怎样 他整个公司的昏迷是怎样,这东西非常之重要 而这东西又很难放下去一个financial model 因为是很难qualify,所以就是 是一个很好的说法,就是一定要亲身过去看 之前我可能也有说过就是,一些韩国的企业是很夸张的 CEO的office里面 就是不要说他只是工厂 就是他的office旁边是一张床在这里 如果一张床不是用来搞事,不是用来搞女 而是就是他因为日夜都是在公司里面做 所以睡得睡在公司里面,省下的时间 这个是很夸张的 我感觉就是Razer是一个很强的 lifestyle brand 那或者有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fost 但是暂时我 不知道 就是 I cannot predict 会做什么 其他东西未必关事,所以不再说了 那么 另一个家族呢,就是新世界呢,其实当然他都是 就是 投资了很多,尤其是Adrian 我觉得是在现在2nd gen或3rd gen里面来说的话呢 是一个 很厉害的一个,就是很有眼光的一个人 就是 很 敢做一些不同的新的试验 那么 是很 独对眼光,就是对于那个科技等等性的信任很大 那么 这一幅图呢就是整个新世界里面的品牌 Ecosystem,究竟他做些什么呢 主要分了几类,那当然他的 那个assets的book,就是很多都是地产 那但是 我相信他就是投资了一个整个project,赚了钱之后 他的model可能就是分了一些钱出来去投资 不同的领域 包括就是wellness education and sports services cultural的东西等等 那么 他当然都是很大魄力的 就是其实run到整间公司 就是尤其是去做core的团队,好像一个bank i bank里面的这样的团队 就是拿到你很尽 就是用得你很尽 但是他出的offer是一个 可能投行一个comparative的一个packages 那么他很 信赖一些新的,就是一些年轻的才俊 可能40岁之前的才俊是很welcome去 在里面做事 那么他会 make you a star 就是去做 会24-7的找你去做事 这个都是expected的一个工作 所以 无论 几样东西 就是投资 科技的话 就是当然你会 投资一些 就是已经上市的公司 又会 一些比较green的公司 可能series a series b 去投资 又会 一些 那些pre-ip的projects 都是会这样去投资 那我相信他 有部分是在上市公司架构里面做 有部分是自己私人去做 或者有部分可能是 其他家族的一个enters去做 那整个都是做得很出色 那其实大家记得 疫情的时候 K11曾经是出现了一个 个案就是 在他一家食肆里面 因为 一些处理的问题 做得不好 所以导致有个交叉感染 所以K11那时候 停业过一段很短的时间 那其实那时候他就是 都投资了这个 叫做Rise Robotics的 一家公司 那就是用这个 人工智能的一个机械人 去做 就是一个 就是 清洁 那所以 都挺特别的 那跳了一个 怀疑之舞 出来 那当然你问 袁国勇 究竟是 这一件事是不是非常之实用 未必是 那但是 就是那个 做法都是很特别 就是 就是有 漂亮 那你知道 郑先生就比较喜欢 这些文化 所以都是做得 不错 那 其他的话呢 我试过 剩下两大约 产商很快 这么说 那比较少 投资科技 那当然你说 新银行机有新意网 有新意网 等等 或者 那个 那个 大约的投资 那是 黑 车 砍 那些东西 是很不同的 另一件事情 但是 似乎新银鸡那个 对于 很大的科技的投资 就比较少 要 行機來說都是偏少的,我嘗試過搜尋Google裏面都是比較少的 其中一個不是四大地產商,但都是在香港裏面一個很重要的玩家 南風其實我一直知道他們都會投入很多初創的企業 在香港裏面的一些初創他們都有投資 我搜尋了這個網站,大家也可能聽過 就是他用一個箱子裝著一些東西 他會找專人來你家裡收回箱子等等 我相信這裡只是冰山一角,不是只有Boxel和頂菜醫藥 一定還有很多,當然大家也知道之前梁錦藏都是由BlackRock 他沒有記錯,黑石集團過來做CEO 所以可能他的投資理念會比較多 那我再看回去其實公司的年度等等 都是說有投資一些生命科技等等等等 還有一些生命產業等等等等 都是比較aggressive的,這些科技公司 那今個禮拜的時間差不多了 那就是很快highlight了一些四大地產商 或者其他地產商投資科技股的一些情況 那大家有什麼問題繼續可以發問,可以like, follow, share 如果可以的話就可以課金給我們 多謝大家的支持,多謝,拜拜